根据CNN2024年7月18日报道 德国政府明年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减半 将由2024年的80亿欧元降低到40亿欧元 德国政府对此的解释是 乌克兰明年的军事费用已经得到了保证 德国减少对其军事援助 不会对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军事行动造成任何影响 对于德国这种解释 聪明的泽连斯基大总统信不信我无从得知 但我是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信 作为欧洲的第一经济大国 这两年日子也不好过 北约一致要求成员国军费开支 必须达到国民总产值的2% 德国的军费开支迟迟达不到这个基本要求 经常受到其他成员国的诟病 由于军费开支不足 德国的武器库本来就不封营 这两年又积极援助支持乌克兰 现在的武器库已经基本见底了 政治家们可以把支持乌克兰的口号喊得山响 但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军方囊中羞涩根本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了 一夜落而知秋 我们就由这个新闻来探讨一下乌克兰的悲剧命运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枪炮一响黄金万两 战争打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工业基础 我们可以有作战双方的经济实力 来比较准确地预测战争的结果 俄罗斯的国民总产值仅仅和意大利相当 意大利在G7中是一个小穷光弹 2023年G7国家的GDP总量约为46.3万亿美元一 相比之下 俄罗斯202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78万亿 G7一直号称全力支持乌克兰打败俄罗斯 同样 北约也应该是乌克兰的坚强后盾 永远全心全意支持乌克兰 保证乌克兰的最后胜利 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和北约国家 恐怕也不能同日而语 从这些经济数据来看 泽连斯基大总统肯定是信心满满 有西方大哥们的权力支持 打败小小的俄罗斯肯定应该是手到擒来 囊中取物的小事 理想是丰满的 现实是骨感的 俄乌战争打了两年多了 号称有整个强大西方支持的乌克兰 充其量和俄罗斯打了个平手 那些天真的相信 西方会全心全意支持乌克兰的朋友 可能对此感到迷惑 德国的经济世界排名第四 俄罗斯世界排名第十一 德国的经济总量是俄罗斯的两倍 还有余 如果听信政治家的口号 相信西方的媒体宣传 老大哥美国不用出手 有了德国的支持 乌克兰就有资格叫还俄罗斯 但从今天这个新闻我们可以看出 西方的经济实力并不能兑换成乌军前线的真枪实弹 德国明年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40亿欧元 大概占起整个军事预算的二十分之一左右 这个数据和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 应该在一个数量级上 当今世界的风云人物 泽连斯基大总统 肯定知道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实力对比 但他天真的相信 有美国等一众大哥撑腰 自己就有实力抗衡俄罗斯 但可惜没有人告诉泽连斯基一个中国谚语 靠墙强倒 靠树树歪 靠娘娘会老 一个民族期望靠别人的施舍生存 其命运能够悲催吗